说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怎么样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是耶稣自己说的 耶稣说的话 没有一句怎么样 如果靠我 所以用你的口来写一诗 来同意神好吗 同意上帝的应许 同意上帝说过的话 所以你要更多的读经 你要更多的祷告 你要相信上帝要在你生命中来成就 那新的历史 祂带领你进入丰盛 求上帝帮助我们 用我们的口来写一诗 你要同意神 你要认同上帝在你生命中 做奇妙的事情 你要认同神 在你的生命中行神及启示 你要接受祂 像我的母亲一样 你们都很多人认识祂 对不对 癌症那么多年了 但是我只是告诉祂 你要相信神 你相信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你要同意神 你不用同意我 你不用同意其他人 但是你同意神 而同意上帝的话语 最后 你要用你的脚来写一诗 你要跟随神 进入荣耀里面 不要迟疑 你只有一个事情要做 虽然环境怎样 虽然人怎么说 但是没有关系 你要像迦勒跟约苏亚一样 圣经上在十四章那边说 我的仆人 但我的仆人迦勒 约苏亚他们另有一个心志 专心跟随我 所以那个世代的勇士 全部倒闭在荒野 只有迦勒跟约苏亚 带领新的世代 进入上帝的丰盛 进入上帝的应许 进入神的荣耀 只有他们两个人 可以进去 带着新的百姓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专心跟随 在心中有这样的历史 大卫王有一个心志 你去读大卫王的历史 大卫王是一个好王吗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吗 是一个完全人吗 你我都知道不是 我们看见大卫王 我的心里就得安慰 但是神说 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 你读圣经之后 大卫有一个心志 一心一意可想怎么样 敬拜主 他的生命就是说 主啊我要敬拜你 所以他要为上帝建立怎么样 圣殿 他圣经上说 上帝说你不许 因为你流太多人的血 但是他的心不满足 主啊我要为你建殿 上帝说说怎么样 我不助人手所造殿 可是因为他的心 专心要敬拜 所以说好吧 那你可以准备材料 我让你的儿子来建立 感谢主 这个历史仍然留在了什么样 仍然大卫写下的历史 一个敬拜主的历史 他留下了十几亿的 什么样 黄金 还有各样的建材 给他的儿子来预备 来建神 你看见没有 因为他有一个心智 要敬拜主 还有一个人保罗 他有一个心智 主啊你我从来 他告诉雅基法王 他说怎么样 雅基法王啊 我们有怎么样 违背从天上来的什么 一项 他的一项是什么 神头要去 使万民做主的文徒 你要去外邦人的中 宣扬我的福音 要宣教 你要宣教 你要去 保罗一生没有违背这个理想 他有个心智跟随 你要看见这个人的一生 就被神来肯定 被神来得上 还有一个人 默默无我 你说那我不是保罗 我也不是大卫王 我不过是一个小姊妹 我不过是一个小弟兄 我能做什么 我告诉你能 有一个人 一个小姊妹 没有做什么 他不过来到耶稣面前 跪下 打破香膏的雨 把香膏倒下来 莫在耶稣 门徒们说 可必浪费呢 这香膏可以买二十两银子 可以救济穷人 也是说 你们不常有 你们常有穷人 他也不常有 他今天所做的怎么样 你们传福音的时候 都要诉说 他所做的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有一个心智 专心爱主 你注意到没有 你要专心来跟随 你要专注在神的身上 你把你的眼目注射在神的身上 你可以在你的生命中 用你的生命 用你的脚写下历史 这历史是上帝带你进入他的允许 带你进入他的丰盛的里面 带你进入他的荣耀的里面 阿们 我深信 更新教会 因为你的缘故 要开始如荫展翅 上腾 要进入一个新的丰盛 新的荣耀里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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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荣耀对给神 我有一个小礼物 要送给 我寻找很久 上帝这次让我去菲律宾就找到了 因为我知道 雷山道一直很 想要如荫展翅上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相信 这些教会 再来的历史 就要如荫展翅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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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阿们 阿们 我留在这里 好不好 阿们 因为我们以后都来这里聚会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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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把荣耀给你声音 谢谢牧师 其实说实在 更新教会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 从我开始服事以来 我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尊荣上帝的福人 阿们 阿们 阿们的声音实在太小声了 你知道吗 真的 我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尊荣上帝的福人 阿们 在台湾的教会里面说实在 以我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传道人 要跟各位长辈们说这样的话 但是我要带着上帝给我的这样的信心 对你说 无论你在哪里聚会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硬邀而然的亲口的好友 你一定要学会尊荣上帝的福人 阿们 在台湾非常需要这样的文化 阿们 台湾也需要来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 阿们 因为你需要活在遮盖底下 阿们 这样的遮盖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的遮盖底下 所以我很有这样的荣幸 可以跟牧师一起侍奉 一起学习 虽然他常常我们两个常常一起交通一起分享 当然食物是我们最大的帮助 恩典 所以但是我们会因为这样而得释放 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这样一起交通一起分享 其实我在我心里很盼望 为什么海山教育跟跟亲家为什么不能合在一起 那不是更大吗 那不只有更多五重执事 有牧师 有教师 有从与福音的 有长老 有执事 有使徒 岂不更好 但是 但是神做的事情 远远超过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神的思想 神的想法 远远超过我在这里所求所想 如果神要在板桥地区 让林牧师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 如果神要让渔船道在桃园成立桃园神道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 如果新庄更新教会 如果要在这里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 各位 你很重要 真的 你很重要 我要再一次的传递一个新的概念 你就是教会 我就是教会 这个地方非常的美丽 也非常的舒适 也非常的好用 但是这里面聚会的人需要有后面的六个生命的特征 因为这是你生命的核心 这是核心的价值 建筑物从来不会向人发出声音说 我是建筑物 请你来信耶稣 不会的 各位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当我们从这里结束一开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带着神给我们的影响力 做光做盐的影响力 各位 不要让教会留空的位置 好吗 好吗 所以你看看你的左右 后面 仍然是有空的位置 这里可以坐满450人 而每一张空位 代表着神向我们再一次的说 回应祂的大使命 回应祂的呼召 因为蒙召就是要来带领人归向耶稣 认识这位真神 我们不要让教会有空的位置 好吗 而那个空的位置不是拿来给你放包包用的 那个空的位置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回应神对你生命中的大使命吗 你可以代理你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 任何一个在困境当中的人 让他来认识耶稣吗 因为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救主 祂不但是你生命中的救主 祂也是你朋友的救主 家人的救主 同事的救主 阿们 能救神今天早上再次帮助我们 我从牧师那里领受恩高 你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恩高 我很喜欢跟牧师一起同工 我相信未来 我们也会在一起更多的时间一起同工 但是在我的心里面 我们多么盼望 你可以真的拥有这六个生命的特质 德高牧师说得很清楚 你需要有刚强的生命 一个刚强的人的言语都是述说上帝的良言 良言使心觉得甘甜 使得骨头得到滋味 我相信你要不要现在我们试试看 跟你隔壁说一句赞美的话 你会看见他心化 麻烦 要不要试试看 跟你隔壁说一句赞美他的话 他今天穿得很漂亮 你要赞赞美他 来跟他说一遍 你今天好帅 来跟他说说看 不要看着我 如果你要对我说 你也可以跟我说 传道你今天好帅 今天进来之后 慧莹跟我说 哇传道今天是你的结婚典礼吗 哦 哦 哦 很谢谢主 你会发现 你在里面被滋味了 对不对 你的戏法好像活过来了 当你对人说良言的时候 当你对人说上帝的话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刚强 有取决于什么 一个健康的思想 一个健康的言语 一个健康的态度